一個個色彩繽紛的串世 讓人看得目不轉睛 而且每個圖樣 還隱藏著不同的故事 那這個櫻草花呢 這是出春天的新品 那是代表 在國外的話是代表 它有個署名叫爆春花 然後呢意思是 可以代表一個美好的開始 白色小花代表新的開始 純銀的元寶造型 還以一定銀子的諧音 一定銀成為人氣王 而正是這樣子的說故事行銷方式 讓老字號丹麥品牌 來台四年刮起旋風 幕後的推手是他 國內頂級珠寶商的第二代 陳玉龍 每次有新頻道的時候 我們當然非常重要的是 大家看這些不同的設計 然後會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些靈感一些故事 我們再分享一個charm的可能性 可能就要十分鐘半個小時 聊起品牌 感覺到有滿滿的熱情 其實陳玉龍來頭不小 他是國內最大珠寶商創辦人 陳軍藝的二兒子 藝人玉芳是他的大嫂 不同於家族所經營的 金字塔頂端族群 陳玉龍帶領的品牌 入門商品一千出頭就能到手 但四年下來 全台十六家店 外界推估年營業額在十億元以上 是全亞洲品效最高的營業點 那甚至有些據點 可能它的品效可以達到全世界最高 珠寶小開用故事行銷數 讓代理品牌成功拿下台灣市場 站上亞洲業績冠軍寶座 其實放眼名人投資 各有不同的行銷手法 謝謝相機師孫允雲 像是第一名員孫允雲 有自創的化妝品飾品品牌 另外還有百萬身價代言家電等等 把自己當成品牌經營 而她的好朋友高爾夫球場千金楊秀蓉 以蜜糖吐司在台灣刮起旋風 靠的是身邊的名員好友們站台 用話題行銷打出知名度 名人本身的光環加持 再加上話題行銷手法 也讓投資成績如虎添翼 借孫培俊 詹耀宏 台報道